美国国会众议员马乔利·泰勒格林 5月18日宣布 计划提交针对总统拜登的弹劾条款 指控拜登违反了就职誓言 未能保护美国边界和国家安全 在最新的声明中 格林表示 拜登拒绝执行移民法 也拒绝确保边境安全 有预谋的损害美国国家安全 他还认为 拜登不仅允许移民入侵美国 同时还剥夺了边境执法人员 履行职责所需的资源和政策 除此以外 格林还指出 拜登允许芬泰尼涌入美国 导致每天都有美国人因此丧生 格林早于2021年1月就曾表示 已提交了针对拜登的弹劾条款 指控拜登在担任副总统期间滥用职权 允许他的儿子亨特 在一家乌克兰能源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据纽约时报5月17日的报道 当前有数百种药品被列入美国药品短缺清单 随着该国药品短缺 接近创纪录的高水平 无数癌症患者及患有其他危急生命疾病的患者正面临着治疗延误的风险 美国的药品短缺清单上包括抗生素 用于心脏搭桥手术的药物以及抗癌药物等 报道称 严重的药物短缺已引起白宫和国会的重视 拜登政府组建了团队 以寻找支撑药品供应链的长期解决方案 近期 美国的仿制药制造商 供应链专家和患者权益倡导者 也开始与国会议员讨论相关问题 美国癌症协会近期发出警告说 药品短缺导致的治疗延误可能会给患者带来更糟糕的结果 5月17日 一名8岁的女孩在德克萨斯州 被美国边境巡逻队拘留期间因医疗紧急情况而死亡 海关和边境保护局在一份声明中说 这名女孩和她的家人被关押在靠近墨西哥边境的 哈林根市的一处设施中 女孩出现了身体不适 情况紧急 急救人员到达保护局后 将其送往当地医院后抢救无效死亡 关于女孩身份的更多细节尚未公布 当局官员说 工作人员正在调查该名女孩死亡的具体原因 据悉 这已不是近期第一起未成年人在美国政府机构内死亡的案例 一份国会通知显示 上周一名来自洪都拉斯的17岁少年 被美国卫生与公众服务部难民安置办公室 安排到佛罗里达州的一个避难所后死亡 美国移民官员在一份法庭文件中表示 近期非法移民激增 给政府雇员 公众 包括移民本身带来健康和安全风险 蒙大拿州州长格雷格·吉安福特 5月17日签署了一项法案 禁止TikTok在该州境内运营 这是全美针对该应用颁布的最为严厉的禁令 几乎肯定会在法庭上受到挑战 该禁令将于1月1日生效 这项立法禁止苹果和谷歌等企业运营的移动应用商店 在该州上架TikTok TikTok发言人布洛克·奥伯维特周三 在一份声明中表示 此法案对TikTok进行了不正当封禁 侵犯了蒙大拿州民众的第一修正案权利 TikTok是一个为该州数以十万计民众付权的平台 在公司继续努力捍卫蒙大拿州内外用户权利的同时 该州民众可以继续使用TikTok 按照该立法规定 如果TikTok继续在该州运营 如果苹果和谷歌还允许用户下载该应用 他们都可能面临罚款 谷歌和苹果没有立即回复置评请求